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这个行情 当然大家都会怪罪于 川普再度的搞破坏 当他再度的缩东缩西 又说的大家不喜欢的 就是那个关税要再给他加增 尤其在他的就任第一天的时候 要做这件事 听起来大家是 所以台股今天刚好 有沾到些许的边 今天直接就空下凯 当然今天整体来看 这个表现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今天为这个行情 来下这样的一个标题 我管不住川普的嘴 但是我能够管住 主流标股 主流标股当然 有提早卡位的 当它爆发上去的时候 你就赚这一段的利润 那么当它爆发到 不会动的时候 当然就开始收割了 我今天在盘中一大早的时候 有跟Telegram的粉丝 讲到一句很中肯的话 我说近期很彪悍的股票 今天一大早我在做收割的动作 然而今天整体的行情 当然我们的F4表现不好 所以指数直接的中跌 而且跳空下来 我想我写这样 大家有很仔细的去看 那就很了解我在说什么 当然盘中我不影响大家 对于每当股票的看法 我只提出我中肯的一个 很明确的建议 还有很客观的建议 给大家参考 当然我今天卖什么股 刚好等会我会详细的论述 今天卖了两只股票 好大一把 所以我今天先跟大家预告 我今天开了两台运操车出来 这两台运操车 是在满满的钱 把它载走了 当然今天我们那个 棒球国手 很热烈的下午有在火车站附近 那边有游行 真的很热烈 我希望我们整个股市 也会都是No.1 所挑的股票都是No.1 好OK 那在今天这个行情当中 这一根线 它叫做大音线 这个肚子有达到白点 但是今天比较不可爱的地方 当然这个洞很大 跳空下开 那么跳空下开 整场都在黑盘下 中场跌了269点 那我们看这个20大排行榜这个部分 207点 光看前面这个F4 真的是只有联发哥后来收平盘 其他都是黑黑的 尤其台积电 今天还好啦 稍微看起来跌幅比较重 但是1000块有手 那整体来讲 今天下跌加速比较多 那今天一大早 我做一个丰功伟业的事情 就是把那个涨停涨停 再涨停的股票 一大早给它解决了 为什么今天一大早要解决 那解决之后 我的会员说 因为后来的线 收盘的线都有点怪怪的 那稍微再跟各位说 当然 我今天还有买一档股票 然而呢 这个时候先讲这个 今天这个大阴线 昨天倒梯子 那昨天倒梯子的一个走势当中 我有这个都解释过了 倒梯子就是该把我告诉大家 在昨天拉高的过程当中 它的卖压比较重 而且它没有守住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昨天我都解释过了 那昨天这种格局 大家看到中场收了这根黑黑的 倒英文字的倒梯子 而且是黑色的 那这个形态叫做区间横盘 那么区间横盘呢 我关键价给各位这个数字 但是今天真的就没有来 那个是昨天虚虚的高点 昨天我讲过权重表现不一 但是中小呢 昨天二线是比较强攻的 包括我手上的股票都涨停板 那么今天工高过 在昨天工高过程 慢压比较重 所以前日的高点虽然有攻过 但是后来没有站稳 所以我昨天特别特别跟大家讲 不管是开高开低 一定要站上 昨天当天的高点 才能够走这个格局 拉中长虹 否则缺口一旦补了 形态会改变 那我昨天特别讲 昨天有一日没补缺口 但是后面还有两日你不能补 今天直接很干脆的补 所以形态改变了 那形态改变改成什么样呢 好这个时候来看 形态改变我们来对照第二章 这个地方形成什么样子呢 跳空下开 懂一个黑黑的 在一个黑黑过程当中呢 各位又发现我有画两条线 那两条线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回顾到昨天我讲的 昨天的形态叫区间横盘 那么今天呢 它没有上去也没有下来 但是在今天的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区块 它有一个空方缺口 那么这边有个空方缺口 这边有个多方缺口 那多方缺口今天完全补满了 好 但是形态学来讲 它还是这个区间的跳跃 横盘的跳跃 跳上跳下 跳上跳下 就是在这个区块 那所以呢 上周四的多方缺口已补了 那目前形态还是区间跳跃 虽然今天下跌 但是大家不要解读 什么又空头来 不是 我们要看整个形态 整个形态的演变 它还是这个区间的横盘 跳来跳去 好 那么当然 这个区间的跳跃呢 这关键价必须给各位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 这边的高点跟这边的低点 因为现在呢 这形成在这边的一个 一个横盘一个相形 它到底是要往上涂还是往下破 那所以呢这个形状呢 我就给各位这样两道关卡 当然啦今天这个行情跟这个川普 有很大的关联啦 因为今天平心进气 跟他就很大的关联嘛 川普说他就任后的第一天 三个国家 加拿大 墨西哥 中国 首波关税要给他加 这个前面加50% 后面要加10% 这个川普就这样子 那台股呢 今天直接的跳水了 那F4的部分呢 今天是走弱 走弱呢 中小型呢 刚才跟着跌 今天上涨只有几家而已 那目前呢 这个行情还是属于区间的横盘 那区间横盘当中当然是大家看到 这边有跳上 跳上又跳下 跳上又跳下 那属于区间横盘的跳跃 那注意了喔 今天给各位这两个 就是上图跟下破 那上图当然是转强 下破当然转弱 那所以呢 这个格局啊 大家就是平心尽弃 那我先宣告一件事情 我今天卖了两档股票 那其实我今天买的两档股票 买了两档股票 一档是很高价的 那一档呢 就是我卖了这两档 去转换了一档股票 那今天转换这档股票 我直接跟你们说 都会跟你们讲 但是我今天那个图 没有带来好不好 那我今天卖了 拿两档 来来来 全市长最热络的 哇哦 整位运超车开出来 第二个 华星光运超车开出来 希望你不要乱追 我昨天有讲喔 你们喜欢追我也欢迎啦 因为你们大家都几进来追 那股价越来越高 那我买到第一档的 我们会很开心 但是我不愿意大家这么做 所以我就很跟各位讲 买股票要买在没有报 盘之前对不对 卖股票卖到大家最高兴的时候 所以你看 正会涨了两只涨停 涨停涨停锁起来 今天为什么没有再涨停 也没有再涨 这就是我一大早看到的格局 我一大早就发四家单 把它全部卖掉了 好 这时候我拿一个news给各位看 这就是我最近常常在讲的 为什么大家买股票的勇气 一定要看到爆章杂志新闻媒体 讲大力多 讲多好的题材 你看一天看两天 第三天就自己转进去了 这个上个礼拜的 上个礼拜的 这个BBU有很多家在做 上个礼拜他讲说这个要抢工 哇直接 我直接跟各位说 你早跟我布局 一喷上来可以吃一年 那看这个头条就够了 这个我也讲过了 对不对 这个我都讲过了 那为什么要拿这个呢 大家去想一下 这个AI超运算中心 加BBU的题材 所以礼拜五的时候 跳空涨停 站上四个月的新高 那为什么 你不买在上个礼拜五以前 为什么要去排礼拜五的涨停 再排昨天的涨停 昨天涨停打开关起来 打开一关起来 中场还是关起来 那今天发生一件事 郑威今天的高点 就是昨天那个最高点 没了 所以我讲 你去排队排到天荒地老 天长地久 礼拜五买不到 那没有买到 那昨天排队买到了 但是发生一件事情 没高点 那你昨天买到是买好玩的吗 钱多吗 所以呢我说 看到这个股票都爆喷了 我讲的是事实 所以买股票买在没有爆喷之前 买到没有爆喷之前 他叫英雄 他值得大家敬重 才有专业 我让各位看我多专业 今天当然这件事情 要归咎于这支涨亭我赚到了 这支涨亭一张开眼睛 一开盘就收盘 排队排五点三万张 买都买不到 为什么不早买 昨天要买买得到 昨天的高点就是今天的高点 没了 这样有意义吗 十一万张谁提供的 十一万张谁提供的 当然有人买有人卖啊 谁有那么大的量 当然是大脚才有那么大量 给KAN出来你买得到吗 对哦 这里人家不买嘛锁起来嘛 所以你有没有填头 没有哦 没填头 真正像我这样才有填头 72块7在哪里 你买不买 72块8你买不买 72块6你买不买 权利少获71块你买不买 11月13 AI超运算中心 14号将开幕 大平台底 这边我已经请大脚先进去了 这边是最后通牒进去 我都讲清楚了 结果 就在这边储 很多人说老师你不准 我连续新线 我说要霸占要快 不动不动 一动很惊人哦 筹码 结果储了八天 万八案跟云未喷出 我说此形态不量一爆喷 对不对 题材都讲了 再磨一天 我说横盘九天 能量变大 十天要买赶快买哦 随便你买哦 要多少收多少 好 结果 蹦 哇 怎么会这样 看起来很鸟呢 次次涨到这 一开盘就收盘 很猛对不对 结果呢 排队买都买不到5.3万张 结果呢 哇 蹦 涨停 昨天要买买得到 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我让各位跳第二张 没糕点 好 根本可以拉近 没糕点 昨天糕点跟今天糕点 一模一样没糕点 那你昨天买到的没有用 今天还下跌一毛 这边根本买不到 好 那这时候 我已经讲过 大脚喜欢来我家 你去谁家都没有用 对不对 叫你买都不买 再看一次 所以我最有资格讲正威 现在所有资料上帮我抬教 谢谢大家 不帮我抬教还锁不起来 要你们买都没要买 对啊 今天一大早 还没有再过高 我就全部倒光了 倒完了 一早9点零几分倒的 全速卖出 获利落单 开低没有再攻高 我就直接把它卖掉 所以这时候 想要再做正威的 或是今天去追高的 保佑明天再涨 如果没有 赶快来找我 跟着市场上 最会做洪家军的 珊珊老师 预约下一次的买点 这一次轻轻松松的 这样这样 今天一次倒光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 逮到机会就是收获 筹码 筹码你们看不懂 我看得懂 当它喷出的过程当中 大家去追 我也感谢大家很认同 那该卖我就卖 我刚才解释过 今天没有再开高 我就卖掉 就这样 所以赶快来预约下一次的买点 趁着今天 我们一样 非常开心 我们的棒球世界第一 台湾雄勇 大家都买一送一 不够 买一送六 趁着时候赶快空密 让我到我马上进来 人员投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低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匹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当然一个news出来 谁看不到 除非你没有去google 你没有手机 没有上网 你电视也不看 你没有听 就不知道 可是一个news出来 一个文章 就像这一篇 文章写出来 你看到跟我看到 如果同样一个画面 是一模一样 但是每个动作 不一样 每个人先前的动作 也不一样 当下的动作也不一样 就如同郑威 上礼拜五 一家所到底涨停了 很多人要排队 就买也买不到 就很喜欢排 那昨天买到了 今天没高点 那你看 什么都不要讲 买到最后一批的 礼拜四好了 我举例 那你是不是礼拜五 转一根涨停 那昨天转一根涨停 那今天最高点 就是昨天的价钱 对啊 那我是市场 那最大的赢家 那根本不用讲 要买更矮的位置 对啊 所以我再跟各位说 如果你天天要看news 听news做 你不会赢 就如同今天 川普讲这些 他要克关税 又不是一天两天克 他以前就这样讲 他常常东讲西讲 大家都知道 那要克就算事实 那也要应对措施 我管不住他嘴巴 因为他总统 川普他一些政策 我也管不动他 但是我们可以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选股怎么选股 我要买什么股票 卖在哪里 我今天就大方的卖 正会全卖光了 我有钱明天要买 再买就可以了 不用怕说买不到 我是怕你跑不掉 赚不到 对啊 所以我只管我的股票 我要买在哪里 卖在哪里 我不要管川普的嘴巴 川普如果利多利多就利多 利空就利空 那我要看我股票 要怎么买怎么卖 我要买什么卖什么 所以我今天就刚才跟各位说 就把它运操车开出来 对啊 是啊 那今天第二台 随后也开了运操车 你看今天是不是这样 一大早这边就发市价单了 为什么 你昨天也很强啊 超级无体强的 还涨停了 对啊今天怎么这样 这两支就符合一个概念 连续两支的涨停 今天正威开这样子 开盘是开黑 然后拉一个很快快速 这样不对嘛 你开平盘也都不对嘛 那就不对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今天这样也不对啊 为什么 万般跟云烟喷出啊 我最近听各位说了啊 我不是昨天叫你去买华星光的 我之前就买好了 昨天叫你干嘛去排队 排三万多张是要排怎样 排到今天有高点吗 有啦可能多一块多两块 那你要跑得掉呢 保佑明天再喷 明天没喷呢 所以做股票不是为了一块两块 要为长远计划 这个不是昨天涨停来说 你看我股票涨停 涨停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要买在哪里啊 你如果买昨天的涨停价 也没什么好讲的啊 我是从下面买起来的 153你在哪里 昨天168就好 这一天153 这一天168可以吧 可以耶 这边153 还说很鸟耶 这个168 可以喔 绝对可以 今天发生什么事 169多一块收盘 那你要去买168 169 还是要像我买很矮 买14级的 15级的 那当然像我这种才会赚啊 那我就卖掉了 我每天跟你讲 你都不要理我了 148在哪里啦 那你在哪里 这一天10月28号 当时我用这个来引述啊 我说没有一个底部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 你站在这边说一个头 如果你站在这边说打底 看他再站这边 打底 站这边一个头 那我说角度高度深度的问题 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角度高度深度的问题 你要站哪边 你要看什么 那这个我就很客观跟你讲 这个是有一个底 它是突破再回撤 那你要站哪一边 我站在选择 我要进场这一边 所以你听我跟各位说 这种图形 整理进尾身 低阶买盘用进 不然这个线怎么出来 对喔 结果 事后这根线比对 就长到这边 长到164 这过程我之前都讲过 今天就不用再讲 喷到这 那我说大脚几霸我夹 那你要来预约嘛 那这边是一个头还是W底 好 再来一次 11月18 得要这 你要站哪一边 M头W 我说M头W底一线格 对喔 结果 次日马上补红 那证明我对啊 W嘛 那我当时跟你讲 这种筹码不能骗人 什么东西最不能骗人 筹码 你钱有进去还是钱有出来 那个都不能做假嘛 你钱真的有砸进去 钱有跑出来的 那个就从这边量价结构 跟整个整个形态学嘛 这本间K线的强项嘛 我给你讲没有低点要不要快 结果 就真的啊 对不对 上去没有低点 结果好玩了 22号他收黑 会不会一路破脚 我说 震荡守关键 持股报警 报警 结果怎么会这样 啵 涨停 会发生什么事啊 黑的 涨停 哇一根刺一年 喷到外太空 我说要来预约霸占点 我叫你来预约霸占点 你不要自己去乱买 结果今天这样 好这边拉近 有什么高点 收十字 十字啊 十字有两种 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那你认为它往上往下 我不管 我一大早就卖光了 收长收这个 所以会员给我竖起双拇指 收很奇怪的线 我每次卖完股票都这样 对哦 我一大早就卖了 好 这个时候 一大早全数卖掉 获利或贷 大红十字 大红十字当然有上有下嘛 每一根K线次都有上有下嘛 那我不管 我一大早就卖光了 一约下一次买点 那这个啊 这一段这一段 不管你哪一段 等你看出来 这边是W 我当时问你啊 W M 一线格 对不对 那等你看出来就变W W啦 啊这里咧 很多人认为是头啊 我跟你讲啊 就后来是我完全对 还这么美 还攀到外太空 还让我们薛很大一票 对哦 所以我会员给我竖上拇指是应该的 黏住我是应该的 对不对 OK 那郑威 如果明天没有涨 那你再问我一下怎么办 最好是大涨 最好再涨停 要去追高等最好再涨停 我今天运操车开好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还是有手千元 对不对 手千元 还是一条线 不管呢川普怎么讲 他目前还是一条线 那目前还有一条线还在这个地方 还在这个地方 所以目前呢 也没有很特殊的败笔 也是一个横盘 也是横盘区间 他没有跌破还是1010 所以还是区间横盘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红海 今天跌8块 因为红海在墨西哥 墨西哥有厂 墨西哥要克关税 所以这红海今天是跌这个 好不好 跟news有关的 不是跟他财报有关 跟他接单有关 是跟news有关 好不好 我特别解释 那这个呢 WD昨天是做成的 今天川普突然说了嘛 我管不住他嘴巴 对我就跟各位说 他是跟关税 墨西哥有厂就这样 可是红海不是只有 墨西哥一个厂嘛 对不对 好 没有破201 今天202 没有破201 所以这个股票怎么操作 你要问我就好了 因为我是 红家军专门店 对不对 这时候呢 讲一下这个 这个 广达 广达今天跌2块 它很勇啦 今天没什么动 对不对 昨天299 你要记得299 台湾很喜欢299 399 199 all you can eat 今天这个呢 这两只脚很好 很漂亮 今天十字 是极度量缩 所以这个股票呢 很安全 很安心 你喜欢做这种股票的 来问我就好 来找我就好 因为呢 该是W该是M 我都给你们讲清楚 那最后剩下30秒 有一档股票没有带来 那个2354的那个红准 多留意一下 然后这一档我直接讲 今天大脚买这一档 好不好 低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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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概念股 刚好打回来买 不然昨天很唱唱 昨天直接飞 飞到楼上 我也没时间买 对不对 飞到楼上没时间买 今天刚好来买 刚刚好 刚好来买 这边脚还在 刚好来买 所以呢 每一档股票 每一档股票的股性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 赢在七标点 当然今天也没有去秀 丰功伟业 因为我向来都很低调 11月就这样 这些都很厉害 对不对 那就不用再讲 最重要是 接下来 要怎么样驾驭这个行情 全部交给珊珊老师 庆祝台湾雄用 在这个地方呢 我买一送六 大家赶快扣名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